作家巴尔扎克·曾志炎,人生的大半时光都在澄清我们年轻时灌输的观念,这个过程称为积累经验,不同年龄段,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,坚守一成不变,将导致生活停滞,愁眉不展,半个世纪过去,我们早已不再是那个年少轻狂的少年,在50岁之后,最佳生活方式包括充实自己,引导子女自立,而非固守社交圈。 传承国学精华,启迪智慧人生,欢迎订阅国学天地,充实自己,走自己的路。 我的前半生中,主人公在面对生活的种种困境时,没有选择依赖他人,而是通过自我充实,提升自我,最终成功走出困境。 其中一段经典的片段是,主人公在失业,离婚的双重打击下,并没有沉沦,而是选择去学习新的技能,提升自我,最终找到了新的工作,开启了新的人生。 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也应该像我的前半生中的主人公一样,面对生活的挑战,不依赖他人,而是选择自我充实,自我提升。 我们可以通过阅读,学习,旅行等方式,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,提高自己的生活技能,增强自己的身体素质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,保持乐观的态度,找到生活的乐趣。 同时,我们也应该学会疼爱自己,照顾家人,无论生活多么艰难,我们都不能亏待自己,不能亏待家人。 我们要像苏世一样,即使在困境中,也要寻找生活的乐趣,保持乐观的态度。 充实自己,就是通过不断学习和提升来丰富内心世界和提高自己的能力,我们可以去阅读经典的文学作品,通过思考和感悟,汲取智慧和人生哲理,我们可以学习新的技能,或者探索新的兴趣爱好。 让生活更加多姿多彩。 同时,我们也要注重保养身体,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良好的心态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,保持乐观的心态,找到生活的乐趣。 总的来说,自我充实,独立自主,乐观面对生活挑战,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,保持积极的态度,找到生活的乐趣。 喜欢的话,记得订阅本频道。 接着往下看吧,引导子女自立。 引导子女自立并不意味着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和照顾减少,而是在适当的时机,教育子女学会独立,让他们能够在生活中,无论遇到什么困难,都能自己解决。 这是父母对子女最深沉的爱。 我们可以参考我国的热播剧《都挺好》中的一个片段,剧中的苏明成,一直被母亲过度照顾,导致她成年后依然无法独立,甚至在工作中出现问题,让母亲为她操劳。 而当母亲去世后,苏明成才开始真正学会独立,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,逐渐成长为一个能够独立解决问题的人。 在这个过程中,父母需要学会的是如何适当地放手,让子女自己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,这样,他们才能真正地成长,成为能够独立思考,独立生活的人。 同时,这也能让父母自己的生活更加轻松,家庭关系更加和谐。 此外,让子女学会挣钱,也是让他们学会独立的重要一步,让他们明白,生活是需要付出努力的,每一分钱都是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赚取的。 这样,他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父母的工作,更好地回报父母。 在这个过程中,父母需要做的事,给予子女足够的鼓励和支持,让他们知道,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。 父母都在他们身边,同时,父母也需要教育子女,如何合理地管理自己的金钱,如何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,做出最合适的选择。 总的来说,引导子女自立,是父母对子女最深沉的爱,也是父母对子女最好的教育,只有这样,子女才能真正地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人,才能更好地面对生活的挑战。 我们要给予子女足够的自由和空间,教育他们如何独立思考和自我解决问题,我们要让他们明白,生活是需要自己去努力和奋斗的,只有通过自己的付出才能获得回报。 同时,我们也要教育他们正确管理金钱和资源的观念,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,只有这样,他们才能真正地成长为独立,有责任心的人,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。 减少社交圈子。 在人生步入50岁这个阶段,我们开始逐渐淡出职场,减少社交活动。 这个阶段的生活态度与人生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,那就是学会放手,享受生活。 减少社交圈子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与世隔绝,而是要学会选择性地参与社交活动,我们可以选择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保持联系。 避免陷入复杂的人际关系中,正如影视剧《欢乐颂》中的安迪所说,人要学会独处,才能真正享受生活。 我们要学会放手,让孩子自己去探索人生,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过度干涉子女的生活,让他们独立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 这一点在影视剧《都挺好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,苏大强在女儿苏明玉的成长过程中,始终给予他足够的空间,让他独立成长。 此外,50岁后的我们还要注重自我修养,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,这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,还能帮助我们保持良好的心态。 在影视剧《父母爱情》中,安杰在50岁后开始热衷于学习钢琴,使他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。 最后,我们要学会珍惜身边的人和事,享受生活,这不仅包括我们的亲朋好友,还包括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,在影视剧《小欢喜》中,宋健在50岁后开始更加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时光,努力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 总之,50岁后的生活态度与人生哲学,就是学会放手,享受生活,我们要减少社交圈子,避免过度干涉子女的生活。 注重自我修养,珍惜身边的人和事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过上真正自在幸福的生活。 自律是成功的关键 自律是成功的关键,这一点在许多影视剧作品中都有所体现,比如,在经典的美剧《生活大爆炸》中,主角谢尔顿就是一个极度自律的人,他的日常生活严格按照计划进行。 无论是学习、研究还是休闲娱乐,他都能做到自律,这种自律使他在科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,也使他在生活中保持着良好的习惯和健康的身体。 另外,在我国的热播剧《人民的名义》中,也有许多角色展示了自律的重要性,比如,主角侯亮平就是一个极度自律的检察官,他始终坚持公正执法,严守法律红线。 即使是面对强大的权力和诱惑,他也能够坚定自己的信念,保持自律,这种自律使他在工作中取得了卓越的成绩,也使他的人格得到了高度的尊重。 这些影视剧作品都告诉我们,自律是成功的关键,只有通过自律,我们才能克服困难,坚持目标,最终取得成功。 因此,我们应该在生活中培养自律的习惯,无论是在学习,工作还是生活中,都要严格要求自己,做到自律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,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在50岁之后,我们逐渐明白了生活的真谛,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,这个阶段,我们不再追求世俗的浮华和功力, 而是更加注重内心的丰富和精神的满足,充实自己,引导子女自立,同时减少社交圈子,这些都是50岁之后的最佳生活方式。 50岁之后的人生是一个更加成熟和明智的时期,我们不再盲从他人,而是更加注重自己的内心生意。 追求真正的内心自由与满足,通过充实自己,引导子女自立,同时减少社交圈子和保持自律,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充实而充满意义的人生,让我们珍惜这个宝贵的人生阶段,活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精彩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